Hello 大家好 我是A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一款潮州美食 叫做糖醋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喜不喜欢吃呢 我自己每次去潮州饭馆吃饭都会点来吃 但最近因为疫情关系也很久没有吃了 所以就试着自己做来吃 虽然味道跟潮州饭馆做的还是有差 但已有七八成接近了 我自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里有面两个 一个面做一柄糖醋面 这里可以做两柄糖醋面 调味料方面就是糖和醋 我们首先煮滚一些水 然后关火 再把面饼放进去 我们最主要是想把面饼搅散 而不是把它煮熟 接着再拿去过冷盒 晾干水分备用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煎面饼 先烧热锅和油 再把面条放进去煎炸 期间我们每隔一会要加些油进去煎炸 然后把锅像现在这样子不停转动 我们还要经常留意着面饼下面 不要给烧焦 如果觉得不够油的话 还要再加多一些油 务求令面饼煎炸出来非常非常香脆 我们煎炸好一面就反过来另一面煎炸 也是用同样方法把面饼煎炸至金黄香脆 我们的糖醋面已经做好了 未免吃进太多的油 我们先用厨房纸吸一吸油 在吃之前 我们先用剪刀把面饼剪成一份份 这样比较方便进食 而糖醋面的吃法就是在香醋的面上 撒上适量的糖和醋拌着来吃 这糖醋面可以说是很多香港人去潮州饭馆吃饭 必点的三大美食之一 可见它有多么好吃多么受欢迎 大家也试着做来吃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感谢观看 chowITCH ib出现 吃 对